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子弹列车 由近年最受期待的动作片导演大卫雷奇 David Leitch指导 主演的是大卫雷奇从斗争俱乐部 特洛伊到史密斯任务部 都担任他的武打替身的布莱德比特 Red Pet 改编自一版《信太阳》的小说《瓢虫》 故事讲述布莱德比特饰演的杀手代号瓢虫 原本要在日本的子弹列车上面执行一个简单的任务 却不断遇见来自各方的杀手 并且一直无法在下一站下车 下不了车的主角与这些为了不同的目的 来到列车上面的杀手们 除了杀个你死我活之外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部电影看完预告之后就非常的吸引我 除了很难得的是一个不是续集 不是前传 也不是一个什么IP改编的电影 明亮然后有速度感的动作电影 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像是昆丁塔倫提诺的《追杀比尔》 然后还有布莱德比特出演 你知道布莱德比特有多久没演这种动作商业片了吗? 应该是从《史密斯任务》 还有《末日Z战》之后就没有主演过了 所以十分的让人期待 《子弹列车》这部动作爽片 而导演大卫雷奇在《极动之城》 还有《死士2》之后成功的成为一位独当一面的导演 虽然接下来的《玩命关头》特别行动 有着夸张过头的动作场面 让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好看 这次这部《子弹列车》让我在看的时候 是有觉得把它毕生的绝学 全部都投入进去的感觉 除了把自己交情最久的布莱德比特请来主演之外 同时有着娱乐度一流的动作设计 还有场面处理 还有许多明星大咖的惊喜客串 这部电影的客串人物 除了有已经在预告片爆雷的三卓布拉克之外 其实还有两个好莱坞大明星 我先不爆雷 但给你们一个线索 其实跟三卓布拉克的客串一样 都是布莱德比特先有在他们主演过的电影当中客串过的明星 《子弹列车》到底是一部怎么样子的电影呢? 好不好看? 好看? 够不够爽? 很爽 这真的就是你在前一天订好电影票之后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会梦想看到的那部商业电影 说成这样子真的不夸张 好久没有看到一部这样子 有着流畅、刺激、趣味十足的动作爽片 同时在故事的本质上 还是有着《一板性太郎》的援助加持 保留着他的那个东方哲学的故事内涵 其实光看他的故事 你会觉得有点像是韩国的杀手电影 或者是日本的黑帮电影的那种味道 再混合了这个西方的主角带来的那种美式幽默 我必须要说这部电影在布莱德比特的表演之下 非常的好笑 不输给雷恩·莱诺斯 以及很多莫名其妙很特别的笑点 这就让这部电影比起也是东西混血的昆丁塔伦提诺的追杀比尔来说 更具有活力 也更像是一部适合夏天看的暑期娱乐大片 子弹列车在故事上面稍微有点复杂又混乱 这也是我对这部电影少数集点的不满 虽然故事的主轴就是这台子弹列车像是龙门客栈一样 发生一连串的你争我抢 不过每个杀手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这也是这部电影精彩的地方 他们都带着不同的使命和不同的背景 来到这辆子弹列车上 每个角色都非常的抢眼 这些部分都很加分 可是要把每个车上的杀手的故事都讲一遍 放进一个两个小时的动作电影当中 可想而知是有点打乱故事的进行的 当然他也造就了这部电影更丰富的层次感 而整部电影包在一个因果、业力、命运的主旨核心 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无脑的爽爽看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子弹列车除了人物故事精彩之外 剪接跟拍摄手法也都非常的有看头 每场动作戏都有很不同的设计 在预告片你就可以看到布莱德比特 运用很多不同物件的打斗 非常的精彩 绝对是一流的动作片 就等大家进电影院 看完之后告诉我你的感受吧 如果你想要一部轻松爽快又剧情的动作电影 子弹列车绝对是你最佳的选择 特别推荐给想看不老男神布莱德比特耍帅 同时又遇上了一大堆鸟试的你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转强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云频道 最近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